本次提问,如果枪的伤害就是它本局的刷新数量,游戏会有什么不同呢? 废话不多说,直接来盘点一下四个改变 1.信号枪被删除了 如果真的这么改,消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信号枪了 这信号枪也太惨了吧 本来刷新数量少就算了 现在直接改成了伤害就是刷新数量 可是信号枪的伤害是零啊 那就意味着信号枪被删除了 2.空头枪人人必见 这么一改,只要抢到空头枪 那一对人的武器就一下子又着落了 因为伤害最低的P90都有33把 更不用说伤害最高的AMR了 直接有123把 可他们都不会在地图刷新 只有空头才有 那么每一个空头里面都应该有好几十把武器 到时候每一名玩家都会去抢空头 3.狙击枪刷新数量偏多 原本狙击枪的刷新数量是很低的 因为它是比较稀有的武器 可是这么一改的话 狙击枪刷新数量就超越了步枪冲锋枪等等武器 因为狙击枪的伤害高 刷新数量自然多了 4.满地都是喷子火箭筒 如果真的这么改 那喷子和火箭筒将会泛滥了 因为他们的伤害太高了 喷子伤害在200点以上 火箭筒就更高了 喜欢玩他们的玩家就高兴了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